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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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随风翻涌 心流转心动 漫天茶字眼红 谁的愿 让人昏绕梦见 在这一刻永恒搁浅 我听见 你的心跳萦绕耳边 只是一瞬间 分隔两边 再也寻不回的永远 我看见 你的泪滴落在心间 只怕一眨眼 就都消失不见 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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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啊 啊 大阳这个不靠谱的 说好城外会合 怎么到现在还没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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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的手手 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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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讲 还不让人跑呢 大人 大人 你先别追 怎么了 我受伤了 走不动了 受伤了 喳儿啊 疼 我看见真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欲 要不是大人拿了我的手创 我早就抓到曹坤了 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甜点 气不如人 还找一堆理由 大人 大人 你别走啊 大人 大人 求求你了 这荒山岩岭的我也走不动 当万一被柴狼叼走了 怎么办啊 你就八番拽机把我带走吧 我怎么带你走啊 抱 背 扛 都行 虽然我知道那女受受不欺 但是这也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我鼻子是不会怪大人的 求求你了 真是麻烦 你还是自己爬回去吧 我不要啊 大人 我不要啊 别啊 放开 我放肆都不放 求求您了 大人 大人 你干吗 你送下来 你快把小婴放下来 你快把小婴放下来 你什么呀 快把小婴放下来 妈妈 你快把小婴放下来 你慢点 说好乘外会合 你 你 你这动作跟力度 还是不够标准 师父见到了 一定会纠正你的 我跟你讲 好啊 那小爷就给你来个标准了 快 停 好了好了 打腿了 你已经出口气了 再打还手了啊 你说 自从你从城外回来 这气全都发泄到我身上了 你要再这样下去 我这身子哭哭吃不消了 不行了不行了 那是你没在现场 你当时要在场 肯定跟我现在一样 不过 你把锦衣卫得罪了 以后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喽 我没想到以后 我就想着 这案子要是破不了 不仅给咱们六扇门丢脸 连我的手冲也没了 可惜啊 我没能见到 传闻中手段暴力 凶狠毒辣的锦衣卫路易 你就庆幸吧你 我怕你看见他 现在小命都难保 那可是我学习的榜样 夏爷 咋累了 来来来 喝个茶 休息休息 爹 听说你面上的时候闯祸了 站住 怎么 难道你不该跟为父解释些什么 是我吹完记忆不佳 确实该好好练练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 你就是由于平日做事过于随性 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 我自己有分寸 不用别费心 你还没有忘记 你要记到什么时候 难道你要记一辈子吗 我做了这几年锦衣卫 听到最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好一个有其父必有其子 父亲为人一线良薄 难道还指望儿子重情重义不成 路易 我说得不对吗 爹 您这一巴掌打下来 疼的是您 不是我 不过啊 话说回来 你虽然平时行事乖章 可是从来也没做过 亏本的买卖 这能屈能伸的功夫 你叫弟儿 我就不服第一 你敢放话 我就知道 你肯定有后招 不愧是我最铁的哥们儿啊 知道小爷我做人一向的原则就是 一 好汉不吃眼前亏 二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三 使食物者为俊杰 刚才我之所以敢那样说 除了看不惯锦英卫欺负我们 还有就是 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跟曹坤有关 什么线索啊 现在还未查实 明日我们就去查证一番 我要猜得没错 那曹坤应该还在京城 夏爷为武 论武功 论阴险 我们六扇门势比不过锦英卫 不过要说到这追踪数码 不过建设武功 爹 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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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忘记 你要记到什么时候 难道你要记我一辈子 徐朗对此做何反应 没动静 自曹府出事后 尚书大人便呈身体有恙 已抱病在家多日 这徐朗还真跟传言理一样 浴室就变缩头乌龟了 我去一趟点的行 你大人继续搜捕袖困 是 我说下一眼 怎么突然想起来点大行来了 这跟曹昆大案件有关系吗 看起来越是无关的线索 越是暗藏玄机啊 这么说 您已经有些没目了 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线索 就是曹灵儿 曹灵儿 那这跟点大行有什么关系 新人告诉我 曹灵儿每日都会去城隍庙祈福 结束都是从城隍庙的后门走 再来到这家典当行 这个典当行我也查过了 背后的东家正是曹昆 这么说 这是当时查封曹府产业的漏网之鱼 没错 曹昆利用和自己八根子 打不吵关系的人 来经营这个典当行 在固定的时间拍卖高价的古董 艺术品 借着复杂的人际关系 实则就是掩护自己 私下那些非法勾当 那真正的曹昆 就很有可能藏在这儿 这样 你等着 我去叫几个兄弟 别打曹琴声 咱们得来个问猪捉鳖啊 真倒霉 怎么用是他 王大人请坐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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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诗传 可是这弹出桃摇的琳琅 确属明晴 且贵号今天拍卖的这架空猴 正是当年穆老制作琳琅时 剩余的残料所致 因此这架空猴起价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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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这不大意 真是 银角做的东西 一只五百两银子 哪个院大头会上这个道 五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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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银大头还真不少啊 看这样子 会有一番热闹的局面 一千二百两 一千二百两 臣现在去打探一下周围的情况 一千三百两 一千五百两 一千五百两 一千八百两 两千两 两千两 你看 你看 两千两 真是没想到啊 能不能叫到这个价 两千两应该就差不多 两千两一次 两千两两次 表面上看的风光无限 也没几两肉嘛 两千两就叫不动了 五百两 黄金 五百两黄金 我的心肝啊 我娘买几辈子豆腐 我才能上五百斤啊 真是个百家子 这位客官出五百两黄金 五百斤一策 五百斤两策 五百斤三策 成交 二百两 怎么说二百两 这位陆毅可遇到硬叹了 不知大人驾到 小的 有事远 这人是谁呀 这人一脸和善 内心却是一副自大狂妄的样子 你刚看他右眼了吗 右眼眼珠死死不动 浑浊不堪 明显就是个一眼 看这架势 要是小爷没猜错的话 他就是众人传称的小阁老 严嵩的儿子 严世帆 好 严世帆 不过我听说严世帆是一个 肤白颈短 肥头大耳油腻腻的胖子 这个人一看就是个魅力大叔啊 若他真是严世帆 那传言还真不能信 我出二百两白银 竞拍这家空猴 这 陆经理 怎么 您也在这儿啊 严大人 怎么 陆经理也对我刚刚竟拍到的 这家空猴感兴趣 说话呀 若是喜欢 严某送你便是 严大人的好意 在下心里了 不过君子从来不夺人所好 所谓严大人一向有搜集古玩的爱好 知音难觅 相信严大人 定然不会让他明珠蒙尘 要不得让他闹 既然如此 那严某便不再相让 若是陆经理以后 想听琴音 或者想打捶弯 我严府随时欢迎 二百两一次 二百两两次 二百两三册成交 这驾空侯归严大人所得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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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气 这姓氏风格我喜欢 这不就是强买强卖吗 我要是能有这么个爹啊 我比他还得色 严大人 小的极客派人把空侯送往贵府 恭送严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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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大人慢走 好好好 这就是啊 这就是啊 李大人 不知可否屈尊光临下 是还顺兮 是更多的好东西啊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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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要是让他知道 我看见他这俗样 定会杀了小燕灭口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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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是觉得啊 陆大人啊 比颜世方好多了 我刚刚转了一圈 这个典当行并不大 除了这个小楼之外 还有一方原地 没有什么多余的方式 不过啊 他这儿的伙计都不简单 各个都是练家族 一把破琴都能卖五百斤 那还不得多请几个护卫 好好守着 既然现在不能明目张胆 那咱们就守住待兔了 走 徐朗啊徐朗 我费了多大的心力 才把你推上位 自从你上任以来 频频出世 你让我怎么在皇上面前 替你美颜哪 哥老 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捣鬼 你知不知道 这丢失的可是布防图啊 一旦边关失手 窝口入侵 不光你的性命难保 我也要受到牵连 哥老 您不能弃我于不顾啊 想想法子 您救救我 救救我 求求您了 哥老 徐大人 别着急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小哥老 您法子多 您一定想办法帮帮我 这样 这件事呢 让我好好想想 你先回去 等我想到了法子 我会通知你 哎 谢谢小哥老 谢谢哥老 那我就回去了 等您的消息 去吧 哎 徐朗的事应下来 你有主意啊 哎呀 我们这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 用这个听话的徐朗 将杨末撤换下来 既然他把布防图弄丢了 这人肯定保不住了 这兵权又不能落在别人手里 而建议不如趁此机会 再找个人顶上来 谁啊 近来黄豫抗我有功 皇上是多次包奖 把他调上来也理所当然 好 我跟皇上说 不如恶尔 先赶紧 不如恶尔 没有 Jak 到天心 他会Ⅶ 这出品 还不会 赶紧 今年 他 不如恶尔 他 陆大人 陆大人 真巧啊 真是阴魂不散 点什么灯啊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平时少黑金就算了 关键是个 要是被人瞧不起咱们六山门 看我回去怎么在你爹面前叫舌头 别啊 走走走 走走走 快走 怎么了 怎么了 快走 快走 怎么 抱上了 我看你比鬼还吓人吧 对不起 那里头 有只眼睛 大人 大人 大胆贼人 我已报官 还不束手就紧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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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贼人 便放了暗器 还请大人见谅 你个老家伙 我刚刚看到那只眼睛 眼神充满力气 绝非练武之人不能有 绝对不可能是你 说 到底怎么回事 西卫官人饶命啊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不说可以 那我们去赵羽好好聊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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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们看到的眼睛 就是曹大人 他这几日一直躲在这儿 他现在人呢 老奴放暗器的时候 曹大人逃走了 去哪儿了 他最近弄了一张人皮面具 老奴也找不着他 人皮面具 这怎么找 这人送你们了 这个锦衣卫 无论是人力 还是消息来源 都要比我们六山门快 对啊 那这个陆阎王查消息 肯定比我们快啊 陆阎王 对啊 还挺形象 那可不就是个阎王嘛 每次见他 我都起鸡皮疙瘩 刚刚老管家说 曹坤弄了一张人皮面具是吧 对啊 人皮面具 大阳 你醒醒神 咱们连夜去查探一下 京城有谁 谁会做人皮面具 对啊 对一个头了 走 快 大人 已经查出替曹坤制作人皮面具的人了 在哪儿 小香哥 这 是陆经理 快进来快进来啊 看来他还是比我们早一步 走 我们也去瞧瞧 我 这不是姑娘家该去的地方 你确定要进去啊 你不进去怎么查案啊 这 你该不会是没有进去过吗 我 你真没进去过啊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去 我守身如玉 怎么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没见识 小爷我都在里面逛过好几回了 你别说啊 这萧香阁可不是一般的青楼器馆能比的 你看看 里边那姑娘一个个的 才情出众厌压一方 特别是那个头牌 夏爷 没想到你还是个老手啊 里边可是买卖消息的好地方 走 爷带你见识见识 我 我 我 没想到在这儿 也能碰到严大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 陆经历 这不对呀 这传闻陆指挥使家教慎言 而且又一向洁身自好 这陆经历 深受陆指挥使的影响 思以为 陆经历不会出这样的场合 严大人 虽然家父对我期望很高 无奈我还是更乐于 这事情玩乐之时 好好好 童号 那正好 严某听闻 这萧香阁的红豆姑娘 勤艺精湛 就将刚刚拍得的空侯 一并带来 想让红豆姑娘弹奏几曲 陆经历 那你就随我一道吧 你也好帮我鉴定鉴定 我这二百两银子 花得值不值 我已经打听过 人凭面具的画像 已经被陆毅拿走 想要拿到它 就得想办法接近陆毅 可陆大人警惕性那么高 想要接近他 并不那么容易 出去等我 你不这么舒服吗 鬼滅 你真是天生力旨 难自弃呀 是 是 是 据说陆经理酒量惊人 今日你我定要好好地痛饮一番 来 严大人 陆经理 曹坤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皇上可是十分挂念 你们锦衣卫可得查仔细了 莫让皇上再分忧了 严大人说得是啊 在下定不负圣恩 好 来 严某 敬你一杯 来 红豆姑娘今日这身伴相 倒是十分别致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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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亲 您这是什么曲子呀 这首曲子啊 叫《桃妖》 是娘亲的师父所作 依然想学吗 想学 想学 来 娘亲教你 好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不佳呀 陆经理 你觉得 红豆姑娘今日弹得如何 这首曲子 在下倒是挺喜欢的 是吗 是吗 那好 这空侯今日便赠于陆公子 红豆姑娘 陆公子如此欣赏于你 一会儿一定要与陆公子 好好的切磋切磋 交流交流 言某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多谢严大人 听完曲 该赔酒了吧 陆大人 我来了 怎么不按戏本来 他该不会认出我了吧 你到底是谁 说话呀 你怎么会谈桃药的 肖香阁齐女 去怀疯动 专顺爷 原来是你 好 姑娘 看看吧 你这个没良心啊 小爷在里面办案 人家得吃上 怎么会啊 一直在等你 给你包的 算你有点良心 对了 怎么样 刚刚太惊险了 差点就被那个陆阳王给发现了 亏得小爷我激了 一翻打扮 把他们的西红巴塑的 那你是怎么会上台的 红豆姑娘是我的老相好 这还不简单 回头给你介绍 几个认识认识 说正经呢 东西呢 这是曹昆 画了张这么美的脸 我都有点舍不得抓她了 那回头陆大人 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本来也就不指望 能瞒过几英卫 再说了 不能因为这事 连累了红豆姑娘啊 是吧 咱们图人时间 尽快地记下这个画中人 等她发现 黄花姑娘都变成半老徐娘了 夏威大人 你要找的小兔今夏 我已经叫来了 夏威大人 不知您来六扇门找我有何贵干啊 交出来 交什么 大人 这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原不快不问自取 盗走了陆大人取得的重要证物 重要证物 我 陆大人证物丢了 是什么 你做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不 我不心知我也不肚明 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您说是我盗取了证物 有证据吗 你 岑小卫 你这就不合适了 凡事得讲证据 你都没有证据 就跑来六扇门质问我一通 我哪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陆大人让你做选择 锦衣卫不是牙钗 被我们盯上的人 只有死人和犯人 原不快相选哪一种 我为什么要选啊 我什么都没做啊 真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女人 我是六扇门捕快 天天抓贼我很累的 当然是皮糙肉厚的 不像你们家大人细皮嫩肉 跟个女人似的 夏卫大人 既然您没有证据证明 此事是小徒所为 多说也无意 还是请您先回吧 大人慢走 陆大人已经知道 是你拿走了手绢 是想的话 赶紧去找大人认错 兴许还能放你一帽 师父 咱们什么都没有做错 不用怕 我去当差 大人 您的东西 现在愿意承认了啊 卑职刚刚不愿承认 是不想让头知晓 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 不过 大人心胸宽广 定不会和我这一届弱智女流计较吧 弱智女流 我看元补快一点也不弱 肖香阁撒迷药的下作手段 可不是弱智女流可以做出来的 老实交代 你为什么会腾头腰 大人 这就很重要吗 我就是 曾经在湖广办公的时候 偶然间救过穆朗 他就说我做了官门弟子 就是这样 大人 您又是如何得知桃妖啊 跟您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随便问问 大人 您让岑校未传话说 让我做一个选择 小人 年纪尚小 尚未婚嫁 您说的那两个选择 我一个都不想选 大人 您就念我是初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让他过去吧 一定要到这儿 也许可 他也许可 他在看 他也许可 选择 跟自己处理 哪儿 他在看 雨落花迷茫 思乱交错中 风啸传声惊动 心悬枯 千里埋伏迎来 谁出身世外 比不过命运安排 闭上眼我能看见 你的脸 睁开眼被惊苍凉 刀剑满天 凡尘中 谁亦争缝 无声掀起暗涌 命运的流转 看破人世变幻 想离别 离别太深 柳年 惊慌一片 遇见 你的那一天 痛血淡白发 携手共赌年华 回眸间 一眼万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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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